今天都跟我第3天了 也没给你起名字了 粉丝朋友帮狗子起个名字吧 我已经把车子推过来了 狗子 打架了 马上就在这个地方做饭打帐篷了 这地方还干净一点 然后这边有个垃圾 这边有人烧过柴火吧 还行 就这把实在不能往前走了 开始做饭 我刚把帐篷搭起来 下雨了朋友们 这天气 出着星星下着雨 这还让不让做饭了 啊 狗子还让马上做饭了 哎呀我的 帐篷袋不能挂飞的 快到了 进帐篷 来来来进帐篷 快点 外面起风了朋友们 还下了小雨 今天晚上只能在帐篷里做饭了 先把米饭蒸上 开始做饭 开始切菜 今天就炒一个蒜苗 腊肉炒白菜 这个蒜苗是洗过的 朋友们 老实说我不洗 不洗菜 这个是我在河边洗过的 直接就是熟的 应该很好吃的 稍微一炒就行了 菜已经切好了 朋友们 蒜苗 葱姜蒜 腊肉 白菜 本来想切点豆干的 看差不多了 算了不切了 就这吧 地方太小了 我买了四个鸡腿 然后给狗子煮一个 等会给它插点米饭 我这吧 鸡腿已经好了 然后我给小狗做了个小碗 先放这里 晾一下 先把菜炒了 蒜苗 葱姜蒜 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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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肉,稿里套 芳菜,稿里套 盖上锅盖 我把鸡腿剁碎 然后拌到米饭里 给狗子吃 要不然太大了 直接用手了 要不然拌不匀 这样可以拌匀 这才听话嘛 你要鸡腿都不吃 我是真没办法了 鸡腿拌饭 吃完啊 其实我想给他搞两个鸡腿 但是我想想这几天他没怎么吃饭 吃的也少 我俩可能不是太熟 是不是 咱俩是不是不熟 这都第三天了 我怕撑着他 然后不舒服了 所以说给他搞一个吧 还有三个呢 明天再吃 今天找录影帝找到晚了 然后一直没有合适的 桥洞里全是水 要么都是垃圾 所以说桥洞也没住 最后找了这个 废弃的围墙 也不算个房子吧 没顶没窗户 现在已经是晚上的 十点半了 说实话早就饿了 外面风很大 刚刚还下雨 但这会儿不下了 千万不能下 下了我 我帐篷就湿了 今天都跟我第三天了 嗯 也没给你起名字了 粉丝朋友帮搞得起个名字吧 然后 小姑娘 两三个月了吧 大概有二 大概有十二斤左右 听不懂 挺重的你 是吧 到时候看哪个点赞多 排名前几呢 我们到时候再选一下 谢谢 谢谢大家给狗子取名字 辛苦了辛苦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朋友们晚安 明天见 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谢谢大家